有人物 有 机灵的嘎子 强健的翔子 吝啬的炎剑声 粉刷记忆高超的刷子李 忠于指手天真可爱的蓉蓉 以及尽职尽责的小手门员 和他各具特点的观众们 同学们 生活中你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呢 请你以 什么样的谁的格式 尽可能多的 写出你能想到的人 时间一分钟 请你准备好纸和笔 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写的这些人啊 他们有些是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 熟悉的朋友 也有一些是萍水相逢的 可能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陌生人 他们涉及不同的年龄层次 有老 有少 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 教师 医生 警察 街头小贩 快递小哥等等 他们可能性格不同 有的乐观 开朗 有的沉静 内敛 他们有的拥有某一方面的特长 或是能歌善舞 或是能写绘画 他们也许拥有美好的品质 诚实 勇敢 坚强 自信 兢兢业业的工作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他们还有很多 很多 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这大千世界中 形形色色的人 我们班 有一个报社 创办了一份七彩文学报 昨天 社长王子轩同学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范老师 下周我们做个人物专刊吧 字里行间众生像 大千世界你我他 我们把蒸稿范围扩大 除了我们班 也向其他班级其他学校同学蒸稿 只要稿件质量高 人物特点鲜明 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一样录用 我觉得 这个主意特别好 当即就同意了 同学们 自己的稿件被录用 感觉特别奇妙的 行动不如行动 我们现在就来准备准备 写一写第五单元的习作 行形色色的人 不过我们王社长也说了 稿件质量一定要高 才能被录用 那这次习作有什么要求呢 请同学们打开书 莫读课本第八十二页 想一想 这篇习作有什么要求 我们要注意什么 开始吧 同学们 读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 这篇习作 首先要选择一个人写下来 运用本单元学过的描写人物的方法 具体的表现人物的特点 写的时候要选取典型的示例 写完后 要和同学交流 看看有没有具体的表现出人物的特点 再根据同学的意见 进行修改 要写好这篇作文 首先要选择一个人 选取表现他特点的 变形势力 何老师在出示身手中 不知大家填写了表格 你填好了吗 有一位同学 要写他 记忆力超群的叔叔 什么叫记忆力超群呢 是的 记忆力超群 就是指一个人的记忆力特别好 远超一般人的水平 为了表现叔叔记忆力超群这个特点 这位同学选取了四个示例 请同学们读一读 想一想 这四个示例能不能表现叔叔的这个特点 插图告诉我们 示例一和示例四最能表现叔叔记忆力超群的特点 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示例一 他读完一本故事书能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 同学们 我想问问你 你读完一本故事书能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吗 我是做不到 我们一般的人啊 读完一本故事书能记住的通常是主要的情节和一些细节 如果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 除非像洪学家那样把这本书读个十遍八遍 甚至几十遍上百遍 可是叔叔呢 他读完这本故事书就能记住所有的细节 这记忆力可真惊人 所以他能体现叔叔记忆力超群的特点 是一个典型的示例 再看示例四 那幅地图他只看了一遍 就能一点不差的画下来 画地图可是非常精细的活 注意哦 叔叔叔只看了一遍 还能画得一点都不差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记忆力就是超群 所以这个势力也是典型的势力 那势力二和势力三为什么不是呢 你看他记住了我昨天说过的一句话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 是不是也能记住别人昨天说过的一句话 他能记住我的生日 叔叔能记住侄儿的生日 这不是常事吗 我就能记住我侄儿侄女儿的生日 你是不是也能记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是同学的生日呢 这是我们常人就能做到的 当然不算记忆力超群 所以这两个势力不能表现叔叔记忆力超群的特点 也就不是典型势力了 我们再来看 我的朋友荣荣中 第二自然段 写了一件事 荣荣每天给我取报纸 第四自然段 写了 有一次荣荣没有取到报纸就发脾气 同时取报纸的是 为什么第二件事写得更详细呢 因为这件事更能表现荣荣的忠于职守 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力 下面请同学们选择一个你想写的人 可以是你在初试身手中选定的家人 也可以是在刚才的头脑风暴中 刚刚想到的其他特点鲜明的人 请你选择一两个能够表现他这个特点的势力 用简要的词句写下来 当然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写三四件 开始吧 让你考虎 mungkin 就行了 ' 别乖' 啊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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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门上学前 妈妈唠叨各种注意事项 傍晚妈妈唠叨刚下班的爸爸 作家里不愧是选才的高手 你看他按照时间的顺序 写妈妈从早到晚在不停地唠叨 老到是一种习惯 但越是在日常生活中越能表现这一特点 如果我们选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比如说 比如说在清晨 反而不是很合适了 因为认谁的妈妈也会在这样的时候多说那么一两句 对不对 但是有些特点却要选择特殊的事件 我们来看 《两金灯草》中 作者就选取了严剑生临死前仍不忘节省灯油的事 你想啊 死到临头这样特殊的时刻 他还这么吝啬 那平时还不知道怎么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的去节省呢 同学们 选取典型的事例要根据人物的特点来定 下面请你再看看你刚才写的事例 是不是最能表现这个特点的 如果不是 请你再重新选择一个 如果是 请你给自己画上笑脸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得 и supplies 接 Blackwel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的赌 тобiff 选好了典型事例 我们就可以下笔成文了 怎样才能把典型事例写具体 表现出人物的特点呢 这就要用上描写人物的方法 这组课文和习作丽文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我们来看 我的朋友荣荣的第二自然段 细致地描写了荣荣的动作 这些动作表现了他取报纸的不容易 动作描写可以呈现人物的动态情景 使人物活灵活现 再看 同是我的朋友荣荣 课文的这一部分 详细写了荣荣追问我的话 显露出他的天真好奇 让人物张嘴 让主人公说话 语言描写是表现人物特点的好方法 再看 课文的最后 我十分纳闷 回到家里 荣荣却跟在我身边 老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似乎准备告诉我什么秘密 荣荣这样的神态 多可爱呀 神态描写 能形象的塑造人物 让人印象深刻 小守门员和他的观众们中 第二次燃端 对小守门员的穿着 我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这样的外貌描写 符合小守门员的身份 表现出他是个尽责的守门员 外貌描写也是为表现人物特点服务的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刷子里中的草小三吗 课文写了草小三观察师傅刷僵时 由崇敬到质疑再到崇敬的心理变化 从侧面写出了刷子里的记忆高超 侧面描写也能很好的表现人物的特点 同学们 知道了这么多人物描写的方法 手握这本秘籍 咱们一股脑的用上 是不是就能把文章写好呢 答案是 No 和选择典型示例一样 选择描写人物的方法 也要根据人物的特点来定 我们来回顾课文 在摔跤中 小卡子和胖端摔跤 手脚并用的摔跤 当然要侧重动作描写 而它像一棵挺脱的树中 要表现的是翔子强健的特点 当然要写它的外貌 同学们 想想看 作家里要写它 爱唠叨的妈妈 得主要选用哪种人物描写的方法 对 就是语言描写 当然 在语言描写的同时 也可以写一写 妈妈唠叨时的神态动作 还可以写一写 被妈妈唠叨的 我和爸爸的表现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作家里新鲜出炉的大作 唠叨女王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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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都七点了 你还赖在床上 像个什么样子 啊 一日之际 再于晨 快快快 起来早读 一大早 妈妈的广播就上线了 我的闹钟 就是她的唠叨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还想再睡个几分钟的 但妈妈已经带着那连珠炮式的唠叨 来到床前 一把掀开了被子 我只好极不情愿地 从被窝里爬出来 吃过早饭 我背起书包 准备去上学 妈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唠叨 该带的都带了吗 课本 作业本 文具盒 钢笔尺子水杯餐盒 过马路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红灯停 绿灯行 不要闯黄灯 左白马 先要前后左右看 上课不要开小差哈 认真听讲 积极发言 才能考上好大学 找个好工作以后 才能找个好男人 我又好气 又好笑 我的娘 真是的 越扯越远 越说越不靠谱 我加快脚步出了门 嗯 得尽快 拜托这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的唠叨 听唠叨并不是我的专利 爸爸也有份 爸爸下班回家 公文包随手一扔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我刚倒数完三个数 妈妈的唠叨就来了 哎呀 公文包不许乱放 快捡起来 该放哪放哪去 还有 你还没换下外出服 不要往沙发上坐 我说了多少遍 你怎么老计不住呢 爸爸像给开水烫了似的 从沙发上弹起来 拎起公文包 一溜烟跑进了卧室 妈妈的声音继续穿进卧室 脏衣服别往床上扔了 去年 家里添了地底 妈妈每天围着小奶娃转 我和爸爸的耳朵就亲近许多 可不知怎的 我又觉得有些不习惯 心似乎缺了个脚 少了什么东西呢 虽然一直不愿意承认 但我知道 少的是妈妈的唠叨 哎 平时不爱听 可一旦少了 又挺想念 也许 妈妈的唠叨 早已填满我的生活 填满我的心了吧 同学们 你们看 大段大段 都是妈妈的语言 你再看这些语言 一口气 说那么一长串 许多中间连标点都没有 气都不喘一下 这功力啊 真不愧是 唠叨女王 作家里 通过大段大段的语言描写 真实呈现 妈妈的唠叨 让人读来 仿佛 仿佛 仿佛就在耳畔 唠叨妈妈的形象 也就 悦然 纸上了 再看 被妈妈唠叨的 我和爸爸 是什么表现 我是 又好气 又好笑 心里 直喊娘 爸爸呢 更是 逃之 夭夭 作家里 描写我和爸爸的动作 心里 侧面表现出 唠叨女王的威力 我设计了个评价表 你看 作家里 这篇文章 语句通顺 没有错别字 选择了典型势力 运用了多种描写人物的方法 具体的表现了妈妈爱唠叨的特点 他得到了所有的心 是最优作文 同学们 下面就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请你 运用本单元学过的描写人物的方法 写一个人 通过典型的势力 具体的表现人物的特点 你也可以像作家里一样 取一个吸引人眼球的题目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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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待